大家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一 有北水匯報的情況 北水不太好,不太足夠 再看看真正的額度方面 真正的額度方面,你能看到很欣賞 再看看,累積是多一點,不過是不足夠的 近日流進去方面,就是小米、建設銀行 流出時有匯豐等等 銀行股似乎回來了 電訊股方面,似乎需要一點點整顧 因為當市場不太好,錢會流入電訊股 如果市場好,就會流出來 再看看今天上升的板塊不多 因為今天比市創比較反覆 我們看看整體的個別板塊方面表現 恆生、騰訊升少少 銀行股、美團又跌少少 這些都是升升跌跌的東西 暫時會看到中二洞的大牛龜也跌了 我們再看看恆生、騎子 騎子到了布里克通道中族時,又頂住了 真是,頂心頂肺 認真不勞禮 沒辦法了 要升穿173才可以說 172就是布里克通道中族 一定要升穿173 只要站在上面之上 這樣才是好的 不然就 唉,還是慢慢回來了 再跟進來看看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先說說板塊 中標、化學、其他東西會上升 中標方面上升得很小 整體的板塊上升得很少 其實中標方面會上升 細小的東西也不用說 化學製品也是很細小的東西也不用說 再跟進去其他東西 就是這些 ETF、基金那些東西 也不是太多 公用事業方面 我們看看 公用事業方面 在水電方面開始加價 所以它的收益比較好 交通設施方面 一直都說過 如果交通股是好的話 基本代表了市場上 經濟運作 製造業運作 是不錯的 看看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今天可以買的股票 可以買的股票 看看股票可以買 有一隻萬洲國際賣豬肉的 有一隻萬洲國際賣豬肉的 超級制度 好 謝謝